8月31号的美国时间 也是在整个让渡名单 各球队可以从其他球队的让渡名单当中 挑球员的一个状况 洛杉矶天使队他们最近一口气 把6名球员放弃到让渡名单 包括了投手Lucas Giolito Matt Moore还有Lopez以及Dominion 结果到美国时间8月31号 这4名投手全部都被其他队给捡走了 包括了Giolito Matt Moore以及Lopez 都被克里夫兰守护者队给捡走 另外牛棚当中的Dominion 他在今年天使队也有过一场救援成功 结果他回到了老东家西雅图水手 另外天使队也把Hunter Renfort 以及外野手Randal Gruchek 放进到了让渡名单 Hunter Renfort结果被星星纳提 红人队给捡走 Rainfort在今年虽然打击率只有两成四二 但是他有19支拳一打 56分的打点 相信他到了红人队之后 绝对对红人队团队的一个整体火力 会有所帮助 说到了红人队 最近不仅是从天使队里面 他捡走了Hunter Renfort 他也从纽约羊鸡队的让渡名单里面 捡走了外野手Harrison Badder Harrison Badder这名中外野手 当然防守金手套的功力不用讲 今年他在整个羊鸡队的一个初赛 Badder今年在羊鸡队打击率 两成四零有七支全力打 值得注意的是他有17次的道理成功 Badder在羊鸡队也算是一个腿歌 所以在让渡名单捡回来Harrison Badder 已经从天使队找到Rainfort之后 红人队要来竞争季后赛席位的一个实力 又大大增加了 羊鸡队除了把Harrison Badder放进到让渡名单之外 今天也看到了另外一个消息 那就是原本属于羊鸡队队员的 这个Josh Donetson 这位37岁老将 今天也被密尔瓦基酿酒人队 是签下了小柠檬合约 37岁他过去曾经是2015年的美联MVP 那从2022年从双城队去到羊鸡队之后 但是从去年到今年 他的羊鸡队脚出来的成绩只有两成零七 今年更惨 Josh Donetson在羊鸡队今年 总共只替羊鸡队打了34场比赛 虽然有十支旋鸡打 但是打击率是相当可怜的 一乘四二 当然目前在国联中区 密尔瓦基酿酒人队74胜59败 是国联中区的第一名 那找来了老将Josh Donetson 当然也有补强 他内野三壘这个位置守备的异位 那另外在国联中区 除了酿酒人 还有芝加哥小熊 信心大地红人 这三支球队 现在都为了季后赛而努力 我们下证换的